9月3日 在北京东芝门外斜街北断的面道上 停着一辆白色满汤车 这辆车被改造成简单的管管 店主已经占到经营三个月了 店主每天上午11点左右 就会从小区里运出几桶饭菜到车上 桶里放的是当天的饭菜 腾讯开客注意到 塑料碗上的塑料袋被袋主扯下后 随后换一个塑料袋 新的袋子塑料碗接着用 在车上不卫生的行为比比皆是 车里没有凶化任何相关部门 单发的一夜许可证 一位司机师傅透露 面包车当饭馆的点子 并不是这个店主的突发奇想 在北京不止这一处有这样的买卖 就好多出租车司机 把车停在这儿站在里头吃饭 是我看得像一个饭店似的 它开多长时间了 没多长时间 这允许它这样吗 没人查吗 这我不懂 对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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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